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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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天了 秋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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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皇当爹都一个多月了 前几天那个打射野猪山庄的老板又发了一段视频过来 这个小家伙长得特别可爱 已经能跑能跳了 盼嘟嘟的跟九皇小时候一样 在贵州新义的朋友想要的可以去报仰 把这几天的营地给大家看一下 这几天换过三个地方 这是一个废墟 因为前几天的风超级大有九级的西北风 所以在这个废房子旁边住了一晚 这一段河流都没什么余调 后来又顺着河往前面骑 找到了另外一个录音点 但是这第二个录音点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我是黄昏的时候到达这里的 本来我是想找块空地搭个帐篷 却发现这里有一个废车 现在的夜间温度还是有点冷的 这个车胎都没了 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就有几床被子 我当时就以为这是个废弃的车呢 就在这里住了两晚 第二天早上有一个牧民路过问了我一些问题 警察都是这个 这个是车银行车记录仪 聊天的时候都好好的 没想到这哥们离开后就报警了 说这里有一个可疑的人物 可能我样子看起来是比较猥琐吧 警察们来查了我的健康码行车码 然后让我戴口罩 为了我的安全照相给我拍了个照 这是我以为就这么玩了 没想到后面来了更搞笑的 那个慕名大哥又带来了一个人 你要多少钱 住了几天 住了两个晚上 您要多少钱 今天住不住 我今天不住了 今天不住了 你四百块钱 四百块钱啊 您这个有依据没有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车 还有被子都是他用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车 竟然还有人住 我在外面哪怕睡旅馆 我也不会用当地的被子 我都是睡自己的睡袋 但是呢 这个说这个也没用 因为这车说是他的嘛 所以让我转四百块钱给他 一碗两百 他说那些被子他都不要了 反正也是自己理亏吧 我也不想计较 然后跟他说 如果警察让我转四百我就转吧 没办法我又报了警 后来警察说不用转 但是你这个确实车是别人的 然后让我搬走 说实话就算不要我搬 我也会走的 如果呢 他让我赔个一百多块钱 我还是能接受 一开口就四百 我有点接受不了 透过这个事情 我明白路边的废房子 废车啊什么的 也不能乱睡 还是没有人的戈壁摊睡得舒服啊 现在我连牧民都要躲远一点 又欢 欢欢也不操心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弄 没心没肺才睡得好啊 现在这个花蜜解封了 但是餐级还没有解 我这去内蒙肯定要经过餐级 也怕路过餐级有马 然后到了内蒙又不然下高速 这疫情搞得太烦人了 黄老板梦中又在给小木狗做核酸吧 你吵话 你是不是在说我坏话 一起来干嘛 睡觉 睡觉觉 黄老板这几天天天吃鱼 前几个月在万峰湖的时候 九皇天天吃鱼长得可好了 所以挣了时间 我再给他弄点鱼吃补起来 帮他把鱼翅都给剃掉 鸟 吵 我现在是只猫了吧 这是我煮的鱼 前几天因为没有调料 所以颜色一般 这几天买了豆瓣酱 这样红烧出来的鱼才有灵魂 主食是土豆焖米饭 今天又钓了好多 这些全部拿来做鱼干 因为过几天高速上面可能要跑四五天 所以我们要钓够一个多星期的鱼干 昨天还打到两条好大的五道黑 这个鱼很好吃的 你看这马峰也想吃呢 钓鱼人最高的待遇是什么 就是钓鱼的地方不仅鱼多 还有免费的鱼鸟可以呢 这些小鱼在吃我的脚上的死皮 吃完了我再把这些小鱼钓上来 把中间山去掉 我觉得我还是直接把我的脚给吃爽了 这是前面住的时候拍的一段无人机视角 要是没有这条河 估计这一片应该一个人都没 我就喜欢享受这新疆没有人的戈壁汤 月亮越来越圆了 中秋就要到了 不过只要有九皇在的每一天都是过节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